為了進一步提升繪圖能力 Razer 近日將The New Razer Blade 電競不電升級 配備最新NVIDIA GeForce GTX 1060 繪圖卡 為玩家提供優質的電競影像 和專業高效的影像處理效能 全新的The New Razer Blade 貫徹Razer 的風格 用全黑金屬機身 配以Razer經典標誌 材質堅固硬正 機身的厚度只有17.9mm 和重1.89kg 相對其他同級的不電簽貨輕巧 機身備有供電接口 USB 3.0 耳機或麥克風組合接口 安全鎖控 HDMI 2.0 和USB Type-C 接口等 比用家連接其他外置設備 The New Razer Blade 內建 Intel Core i7-6700HQ 處理器 針對古圖效能 提升到最新的NVIDIA GeForce GTX 1060 古圖卡 可以提供出如流暢的遊戲體驗 記憶體部分 用16GB 相通度 DDR4 2133 MHz 記憶體 多工處理或進行大型檔案處理時 提供足夠的換存 儲存方面備有 256GB 不放12GB 和 1TB 容量可選 有 PCIe M.2 介面 相比 SATA 介面效能更佳 強化讀寫速度 屏幕方面提供兩款選擇 包括 14 吋 QHD Plus 屏幕 支援 320 x 100 解釋度 和多點慶祝功能 另一款就是今次測試的 14 吋 IPS 全高清霧面屏幕 支援 1920 x 1080 解釋度 和高達 350 流明的亮度 可以有效將遊戲畫面輸出最優化 鍵盤兩邊備有前置立體聲雙喇叭 配合度比 Digital Pass Home Theater Edition 微調功能優化音質 可以將左右聲度輸出的準確度提高 特別是進行軍事或驚嚇遊戲 用家就可以到更逼真的 返回立體音效